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跟盧廣仲一样早 我们来做早餐安装的直播分享 早上的话应该没有车油那么早起床 但是我们已经安装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礼拜六 然后车子排的车辆比较满 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做施工 那现在已经现在才八点 八点半而已 已经安装差不多了 HELLO 关伟早安 对呀今天车比较多 所以提早施工 这台是Nissan的Big Tita NA版本的 这台是NA版本的 1.6 1.6NA Big Tita 然后前面的话 来这是毕竟器的上座 这套是道路版本的 我们这个是原厂 原厂拆下来的 这是蓝色的 这里有一个毕竟器的上座 刚刚看到的原厂毕竟器呢 我们都没有拆下任何的零件来使用了 包含了上座 那便器的上座 KT呢它有附一个轴承 这个轴承黑色的这个轴承呢 就是我们所附的上座 那里面有一颗轴承 它的品牌呢是日本的KOYO 日本的KOYO是算是轴承业里面还蛮知名的数一数二的品牌 它的品质非常非常好 那这里有一个调整扭 KT Racing的这个调整扭 从这里就可以做 属尼的调整 顺时针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BIG TIDA它调整属尼相当的方便 相当的方便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能够调整属尼的软硬 我们有附上座 原厂的上座呢 不用拆下来用 来 桶身的部分 这一台是道路版本的 所以我们配置的就是 像YouTuber很多的 BIG TIDA安装直播的影片 还有 在我们粉丝团里面也有很多安装的那个 影片 都是这一台车 那道路版本的话 前面的谈划是配置6公斤 200长6公斤的直卷谈划 今天预计的车高 大概是30指幅左右 原厂的话 BIG TIDA前面大概是5指幅 后面大概5指半 接近6指幅 所以今天预计降到 大概3指幅 因为这台也有SR大包 跟之前很多车友都有安装的SR大包 然后他如果降太低的话呢 他的下巴就会容易磨到 这个地方容易磨到 这个是BIG TIDA所专用的一些规格 譬如说 ABS感应线的固定扣具的位置 还有这个是原厂有一个离载串 离载串的位置 这个是油管 前刹射油管的固定位置 这些所有的位置呢 都是专车专用 都是专车的专用的规格 他的都有符合相关的一些安全规定 就不用再用束线带 现在BIG TIDA应该很少 会再用束线带的方式来固定这些安全的机构 那统身可调 KT的道路板经济板呢 都是统身可调 他调整车高呢 是从这个托盘把它旋松之后 这个脚管呢 往下挪 他的整体长度变长之后 他的车高就变高 这个脚管呢 如果往上挪的话呢 整体长度变短 车高就是变低 他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所以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他改变车高的高跟低的幅度比较大 第二个他调高跟调低啊 因为不压缩弹簧 所以调高跟调低的整体的乘坐感觉呢 是差不了多少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高阶一点的可调式避震器 都是统身可调 那里面的阻尼油呢 KT所选用的阻尼油 是意大利IP的阻尼油 意大利IP的阻尼油是 是一整桶由意大利原装进口 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 并不是授权来台湾做混装的 所以这个是原装进口的油品 哈喽一大侠早安 看到你上线害我 害我念错识勒 早早早 大家早 还有里面有一个油风啊 原封的话呢 也是日本MOK的油风 好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后面的话好像也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BIG TIDA呢 它调整阻尼的方式 在YouTube的上面 我们有做一个很详细的影片介绍 它从这个维修孔打开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就能够调整阻尼了 顺时针变硬 逆时针变软 一样有30段的阻尼调整 这个橡皮呢 KT也都有附 我们来看一下它外面的一些防尘套的 像后面呢 桶针这里容易积水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全罩式的防尘套 来保护桶芯 这个是后面的桶芯部分 那弹簧的话呢 是配置了三公斤的弹簧 相当相当的舒适 这台车我们在台中 还有云林 都有实际的试乘车呢 可以提供给BIG TIDA的车友 或者是i TIDA 还有旧款一代的TIDA 都能够很欢迎大家来试乘看看 那安装这台车我们 大概每一个礼拜 像上一次好像不到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就都有安装 所以如果有安装到这一台的话 也欢迎了 车友啊 因为BIG TIDA真的是 停个红绿灯就有可能像大会市一样 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台车呢 我们KT也语路均战 也卖得相当的好 那也很谢谢车友们的捧场 KT当然有几个优势的 第一个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那当日后呢 有任何一个零件 像大家都知道防尘套 即便用的那么好 它也是消耗品 馒头 这个缓冲馒头也是 日后有任何一个零件坏掉呢 你都可以回来KT瑞幸的工厂 来做单独泰换的工作 或者是说 主任友把它裂化了 用了三年之后 四年之后裂化了 也可以来KT的工厂做一些整理的工作 可以换里面的主任友 换里面的油风呢 它就更新品 回复到新品 而且整理之后呢 我们一样有六个月的保固 这个都是KT工厂 算是比进口品牌一些比较优势的地方 所以前面跟后面差不多安装好了 今天的直播有一点赶 因为后面呢 还有两部车要安装 所以今天的那个直播呢 会稍微比较简短一些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等一下的话呢 应该会有Civic 9代 或还有Cienta 如果有空档的话 因为Civic 9代已经在排队了 所以如果有空档的话 一样会做直播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大家 OK 好 那我们要准备做微调了 拜拜